你是否曾经被人邀请承担一个重要的责任 但是基于某种原因而推掉了呢 假如邀请你的是上帝 那么你会怎样面对和回应呢 当年摩西就是在这样的处境 以色列人在埃及受奴役 向上帝发出呼喊 上帝听见他们的苦情 已经预备差遣摩西去埃及 拯救他的子民 他在荆棘火焰中呼召摩西说 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 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 从埃及领出来 以色列人从雅各一家70人迁到埃及 到400年后 摩西的时代 人数增长 除了妇人孩子以外 步行的男人 大约有60万人 领导这样的大族群 实在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使命 最初摩西极力推脱 我们从他回应上帝的三句话里可以看到 第一句话 摩西对神说 我是什么人 尽能去见法老 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 摩西这么说 或者是因为出于谦虚 又或者是自觉不配 但上帝说 我必与你同在 有耶和华永生上帝的同在 谁敢说不配呢 第二句话 摩西说 他们必不信我 上帝立即使他行了三个神迹 就是把手杖变蛇 手掌麻风 河水变血 又把这三个神迹复原 有全能的上帝相随 谁还会不信呢 第三句话 摩西说 我本是着口笨舌的 上帝告诉摩西 会赐他口才 并且派他的哥哥亚伦 替他说话 有上帝赐的帮助 谁还能说自己没有才干呢 今天或许上帝也拣选 你在家庭、社区、教会 透过你的职业或义务工作 去执行他的使命 去安慰帮助有需要的人 见证上帝的爱 他若呼召你 定必与你同行 赐你需要的才干和帮助 你会怎样回应主的呼召呢 让我们同心祈祷 慈爱的天父 我感谢你 使我生活在这个独特的时代 又使我有受教育的机会 赐我恩赐才能 你必定会在某方面使用我 完成你的计划 见证你的名 主啊 我承认很多时候 我逃避你的召唤 自以为不配 我没有才干 辜负了你的赏赐和呼召 求你饶恕我 求天父 叫我环顾我的家庭 社区和教会 以属灵的洞察 看见家人 朋友 或社会的需要 疫情的影响 以及人心的不安 我愿以你所赐的信心和勇气 回应你的护照 去服侍和安慰 以托付给我的人 深信你必赐我所需的能力和帮助 使我不负所托 天父 我在这里 请你差遣我 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祷告 阿们 亲爱的朋友 祷告时刻自五月初开始 鼓励大家在看完视频之后 可以在下面留言 或者用email 与我们分享你需要带导的事情 大家一起带导 愿神祝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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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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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